记者王心女台北报道,女星郭雪佛推出首张个人EPLog乐福,因为开工后一直没有时间好好放假,他特别许愿希望来个游轮之旅,尤其期待船上没有通讯的时候,逗笑全场。 这次到巴黎拍摄,他自曝当时还巧语野性鲜肉,成为难得惊艳。 当时在巴黎街上拍摄写真书时,郭雪佛看到一位画住老虎脸铺的小男孩,便主动走上前搭讪,才知道小男孩当天生日才会有特别装扮,两人还在街上合唱生日快乐歌,相当有童趣。 而他将跨过三十岁门槛,被问到有没有想买什么礼物靠上自己,他则笑说,想先把工作完成就好。 而前队友李玉坟前段时间同样推出新歌,会不会担心遭比较? 郭雪佛则表示,不会吧? 因为曲风也不一样。 郭雪佛乐福LoveEP记者会 记者攀少堂社 郭雪佛乐福LoveEP记者会 记者攀少堂社 郭雪佛乐福LoveEP记者会 记者攀少堂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